2019-20赛季 国际华联短道速滑世界杯 荷兰多德雷赫特战 结束了第二比赛日的争夺 在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项目中 由范可星 武大静 韩天宇 和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 率先冲线 一举摘金 另外张楚彤和任子薇 分别是收获了女子1000米亚军 和男子1500米继军 帮助中国队在当日拿下了 一金一银一桶 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赛 中部队派出了范可星 韩天宇 武大静和张雨婷组合 他们以半决赛小组第一 晋级A组决赛 决赛出发之后 范可星开始领华 日本 韩国两队选手紧随其后 之后 韩天宇在交接棒时 被韩国队超越 好在范可星很快从内道反超对手 倒数第三圈 武大静同韩国选手出现了一次碰撞 但不影响华行 裁判也没有对此做出判法 决胜圈 韩天宇全力加速率先冲过终点 中国队以2分42秒442夺得冠军 韩国队获得亚军 日本队名列第三 两位中国选手张雨婷 张楚彤成功晋级女子1000米A组决赛 决赛开始之后 多名选手为领华位置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张楚彤外道强行超越之后来到第一 张雨婷也逐渐赶上 半成过后 五位选手都开始提速 张楚彤在决胜圈被韩国选手李佑斌超越 最终李佑斌以1分31秒004摘得金牌 张楚彤1分31秒486获得亚军 张雨婷位列第四 男子1500米比赛中 安凯因半决赛犯规被判出局 中国队仅有人子为一人创入A组决赛 出发之后 他迅速发力占据领华的位置 之后仅跟着俄罗斯和韩国选手 四圈过后 几名选手发生了激战 任子威与两名韩国队员交替领先 决胜圈韩国队打出团战 任子威在三人夹击下 抢下了一枚铜牌 成绩是2分19秒695 韩国选手朴志远李俊瑞 包揽了冠亚军